这边差了十二点五米 重四百分的核间关键 需要人能花费 三百七十八点时间 三百三百五十分天车协和作者 MG2660智能采据机 高速智能冲压装备 电力 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 地铁 电能源车 网络购物 信息化现代生活搭载在人们最熟悉的能源上 庞大的用电需求 催生了更高效 更清洁的发电方式 核电 在距离田文核电站一千五百公里外的齐吉哈尔 中国人正在制造一根 被誉为百万级核电心脏的AP1000低压转子 这根长十二点五米 重四百吨的核间断建 需要人能花费三百七十八天时间 三排三百五十吨天车协同作战 经过一千六百度高温冶炼 一万五千吨自由断压机的锻造 以及十三道复杂加工工序 才能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极限制造 野炼车间 王欢正在进行一场时间的赛炮 一千六百度的钢水即将野炼成功 王欢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完成真空胶注 真空胶注是指钢水通过中间包注入真空石 胶注成钢钉 但问题是天车的最大起掉能力只有三百五十吨 而最终胶注完成的钢钉将重达六百吨 天车无法满足一包胶注 那么王欢团队会拿出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运用中国式机动灵活方案 启用三台天车协同作业 分包胶注是王欢的解决之道 但分包胶注即使三个钢包 接续注入中间包 也依然存在时间差 如何保证先注入中间包之后 迅速发生化学反应的第一包钢水 与后注入中间包的第二包 第三包钢水能够融合并且均置呢 稍有不慎 上千万云的钢水将全部报废 从开始冶炼到粗钢到浇入 最后的一段钢水不浇完 这个心都还悬着 所以非常紧张 根据精确计算的时间差 在钢水中添加特殊配方的化学成分 使前后三包钢水能够迅速融合 并达到均置 这就是王欢的方案 现在钢包已被调到指定位置 就等胶注花板打开 钢水注入 然而王欢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钢水具有极强的氧化性 一旦滑板未能正常关闭 空气和杂质进入中间包 会立刻有钢水发生氧化反应 从而影响钢水的纯净度 致使钢病出现瑕疵 得益于常年对设备的细心维护 胶注花板完好开启 钢水顺利注入真空室 经过真空处理后的钢水 夹杂物的含量可以降低至0.01%以下 时间一分一秒流失 两个小时的倒计时即将归零 分包胶注漂亮地完成了 王欢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了 96个小时之后 炙热的钢水将冷却成坚硬的钢钉 从粗笔的钢钉 蜕变为精密的AP1000 需要经历一场涅槃 刘伯明 水牙机锻造班长 多次完成不可能的挑战 经他的手锻造出来的锻剑 永远是百分百合格 眼前这只钢钉重600吨 长25米 刘伯明团队必须在40天时间内 将它锻造成型 万钧重力之下 断剑开始发生变化 内部结构变得更紧密 质地变得更均匀 锻造过程中 断剑的温度渐渐变冷 必须重新回炉加热到1250度 才能继续这样的极限锻造 而要塑造成型 断剑必须经历13次烈火焚身 这是重型自由锻造水压机 能产生15000吨的罕见压力 刘伯明必须借助这台机器 完成一项 看似不可能的极限锻造 现在是通过我们的压机 来实现老百姓所说的揉面的过程 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产品尺寸 我们需要的是比较精 冷加工具加工的话 可能需要100个小时 那通过我们精断以后 可能缩短到60个小时 就能完成 断剑升温后出炉 被送入重型自由锻造水压机 水压机爆发出 15000吨的洪荒之力 对断剑进行断压 为了翻转这支世界上最大 最重的钢铁断剑 人们制造出一台机器巨骨霸 翻钢机 通过巨型锁链翻转断剑 根据需要 在断剑的不同部位施加压力 将它塑造成型 在循环往复的锻造过程中 时间也仿佛被层层折叠 碾压尽时 四十天大限即将来临 极限锻造终于大功告成 现在刘伯明可以坐下写一写了 他知道成功来之不易 车间里堆积如山的钢钉 就是他与钢铁共同苦修的见证 上海崇明岛 地处长江三角洲 是中国的第三大岛 有着上百年历史 前身为鹰商鹰连船厂和晚清招商局机器造船厂的上海船厂 就坐落于此 今天又一艘万吨巨轮即将下水 在它的核心部位 一根与船不寿命相等 且终身免维护的曲轴 将一路陪伴巨轮直至退役 这个曲轴是船上的心脏的心脏 特别是海上这个浪比较大 运营观众一定要是逆浪而行 如果是这个曲轴失去功能以后 它就不能逆着浪行驶 会出现船回人亡 由长三角北上千里之外的黄海之滨 中国人正在制造一根长23.6里 重452吨的大型船用曲轴 这个身长相当于一节高铁车厢的旁人大物 对于精度的要求却极为严苛 作为巨轮之心 它的任何一道加工工序出现差错 都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 刘忠友前功班长 掌管曲轴的热套工艺 热套是利用热胀冷缩原理 将驱拐加热到450度 驱拐的孔径受热增大 再将曲轴的丑颈套入孔洞 在冷却时暴死连成整轴 热胀冷缩看似简单的原理 却对热套的精度要求极为严苛 加热时温度不能超过450度 因为温度太低 孔径膨胀不够 肘颈就无法套入孔洞 而温度太高 则金属物理性状改变 肘颈套入孔洞后就无法暴死 因此孔径的受热膨胀系数 必须控制在0.3毫米 相当于一元硬币的五分之一厚度 温度被实时测量着 以确保每一个面的加热温度相同 一旦膨胀系数超出了规定值 驱拐变形无法暴死轴井 上千万元的驱轴将就此报废 我的网名叫绣型 我就觉得干这个活压力也非常大 这样我绣型我也不能绣型 单位那个活人无几 当我工气 我们单位有个降速过程 夏天齿雪构 别人两根三根 我特权的齿雪构不限量 可以多吃 此时驱拐的温度刚刚好 孔径膨胀系数也被精准控制在0.3毫米 热套成功了 顶天触立的驱轴 犹如一枚定海神针 让飘扬过海的巨轮不再畏惧惊涛海了 机家车间 孙培真团队正在完成一项极限挑战 孙培真主机长 曾创下68天与机器同吃同睡 打技术攻坚战的记录 接下来 他将操控这台重型竖孔机床 对驱轴进行切削打磨 直到它表面的瑕疵被切削殆尽 一般而言 零部件越大 加工精度误差也相对越大 对于深长23.6毫的巨轮之心来说 这一普遍认知却行不通 在驱轴加工过程中 孙培真必须通过对数据的检测和分析 把精度误差严格控制在0.05至0.02毫米之间 相当于人类投博斯的二分之一粗细 孙培真知道 每一个微小的差错都会造成累积误差 最终影响到船舶的运行安全 有句话说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失节的 加工我们这个船用曲头 就要求你达到 常在河边走必须不失血 中国湖北 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大坝 横跨高峡 调度江水 每年为中国输送占比全国5%的电力 这些来自三峡变电站被增压到1000千伏电压的电力 进入特高压电网 被输送到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距离三峡九百多公里外的江苏泰州幻流站 机器人瓦利正在巡逻 对输变电管线进行例行检查 高压电经过长距离输送后 将在这里汇入特高压电网 并经过电网多级变换 安全抵达千家万户 机器人瓦利用来目测管线的眼睛 其实是一套红外感应装置 它可以精确读取各类仪表的读数 对设备进行红外测温 通过管线温度的变化 来检测电力输送是否正常 陕西西安 丝绸之路群雕 地处北纬34度 东京108度 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今天就在距离群雕几百米远的一家超级工厂 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装备 正在被制造 特高压变压器 全身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 它必须经过32岛严克的加工工序 120天的极限制造 才能承担如此远距离 大容量 低损耗的能源输送人物 线圈是变压器的心脏 曾国荣 绕线班长 拥有超过18年的绕线经验 一根总长度为几万米的铜线 由几十根细线组成 必须要精手工 绕制成重大20到30吨的线圈 由于绕线工作的精细和重要性 曾国荣所在的线圈车间 也被誉为熊猫车间 装模 绕制 翻饼 制作S弯 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 曾国荣团队必须保证 线圈的尺寸公差 不超过正幅一毫米 因为一旦超标 就可能导致局部放电故障 造成整个输电电线网短路 甚至危害到整个电网系统 其损失不亚于一次强地震 他们还必须保证 线圈的松紧度恰到好处 拉力过小 产品不达标 而拉力过大 则容易造成绝缘值破损 引发短路事故 为此 曾国荣团队不敢有一丝懈怠 我们现在干的热龙 线圈有240层 虽然每一天 我们只能做七八层 但是两三周下来 一层一层地累加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干的这种高大的产品 这就是成就 冷座车间 耀眼的压活光不停地闪烁 变压器巨大的油箱 正在被一丝不苟的焊性 油箱一旦投入使用 箱体内便会充满变压汽油 只要一个焊点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箱体漏油 继而引发变电站故障 甚至危害到整个电网 城市将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 王战略 电焊技工 拥有近20年的焊接经验 不过 今天的焊接作业 却无需他亲自动手 而是由焊接机器人来协同完成 虽然我一次合格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机器人它可以复制 很多因素对你当时的焊接 都会有影响 机器人它不受情绪的影响 我以后的想法就是把机器人操作好 运用好 让它焊出更好的产品 焊接机器人 已成为智能化车舰的一个标志 它不仅能稳定焊接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更是把人从有害气体 和高强度劳动中解放出来 而王战略要做的 就是当好机器人的主人 大连湾海底隧道全长12.1公里 是一项连接道路 桥梁和隧道的海陆交通运输 一体化工程 然而工程的难度却超乎想象 不仅地质环境复杂 海底岩层中既含有硬岩 又混合着质地粘稠的石鹰岩 而且隧道的上方 还建有大型石化厂 隧道的上方呢 就是大连的石化公司精炼厂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条隧道的覆盖层 特别浅 尤其洞口的 它的覆盖层只有7米左右 隧道口上方 仅7米厚的覆盖层 使隧道的绝境作业 极易对地面的石化设施 造成扰动 不仅可能导致油关爆炸 甚至造成人员的伤亡 大连湾海底隧道内 火星四箭 土石举崩 机甲兽的破炎行动 正在展开 悬壁式隧道绝境机 自重145吨 体型适中 因此绝境时 不会对地层及地面建筑 造成扰动 它有截割头 运输系统 自行走机构 三部分组成 截割头 负责凿岩破岩 最大截割范围52平方米 绝境时 可向岩壁施加每平方厘米 1.5吨的力量 运输系统 负责将碎石扎土 产到产板上 通过向心旋转的星盘 输送到绝境机尾部 而履带 则使绝境机 能在狭小空间内 行走移动 便于从最有力的角度和位置 进行破炎 截割头 无疑是 玄碧式绝境机 最为吸睛之处 如果将绝境机 比作力大无比的机甲兽 那么 布满锐利劫齿的 截割头 就是它的金刚獠牙 上下啃士 以千军之力 破炎碎石 截割头采用特殊的 核金刚打造 每个段位上 排有密度不等的截尺 中心区域排不密集 边缘区域则排不宽松 这是因为 球形截割头的前端 最先接触到岩壁 受力最大 因此截尺排不紧密 以便用最大的截割力 来凿岩破岩 而当岩层 被截割松动断裂后 后端的截尺跟进 对岩层进行淌洗 由于受力较小 因此后端截尺的排步 也就相对宽松 在截割头的球面上 每颗截尺 与截割头表面的夹角 也不尽相同 有的呈锐角 有的呈钝角 这是因为 截割过程中 每一颗截尺 都必须以垂直的角度 切入岩壁 只有这样 绝境机才能对坚硬的岩壁 施加最大的截割力 不过 这样的力学分布 却给截尺的焊接 带来了巨大的工艺难度 不仅要针对截割头的不同部位 设计出最合理的截尺排步密度 还要精确计算出每颗截尺 与截割头表面的不同角度 以确保每颗截尺 都能垂直切入岩壁 既增强截割力 又降低截尺的偏模与所好 它最大的亏点就是因为截尺的排步 包括它的圆路角 气血角 以及线速度 因为在以前我们这方面 知识是空白 我们必须做大量的 现场的一个模拟实验 包括树立分析 为了确保82克截尺的 每一颗焊接角度 都能达到毫米级精准 中国人自主研制出 截尺电焊机器人 先对截尺 进行焊电空间定位 再由人工将截尺焊接岩石 机甲兽 正是凭借这过人的金刚獠牙 敲山阵石 所向披靡 不过 设计师在给予它 无敌威力的同时 也赋予了它 润舞细无声的温柔 在截戈头的后端 隐藏着一圈 不起眼的喷铃嘴 当绝境机 向盐层绝境时 喷铃嘴会自动喷洒出 浓密的水雾 将阳尘和土石碎血 包裹在水墨里 这样 既为机器降温 又改善了工作环境 保护作业人员的健康 不受到伤害 钢铁曲鞘 与温柔之心合为一体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绝境 绝境 再绝境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催生了能源石化 道路桥梁 航天航空等产业 对特种运输的巨大需求 尤其随着中国 加大对海上封电的开发力度 大型升压站的运输 变得刻骨容缓 为了方便水路运输 升压站一般采取 临水而建的制造法 建成后 平移到驳船 再由驳船 运往海上封电厂 升压站体积庞大 结构复杂 建造完毕后 不得拆解 必须整体运输 这就要求 运输装备不仅得具备 适应升压站长度和宽度的 超大底盘 还必须能承载升压站 3000吨的重量 自行式液压模块运输车 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智慧 组合 通过拼接的方式 将多个模块单元车 组合成超大的车组 当一个火车 来运一个货物的时候 能力是不够的 但是如果说 多个火车把它串在一起 那么运能 就会变得非常大 这个车就源于 这种动车组的理念 把一个动力头 放在整个车的最前面 后面串接上几个 不同的模块 通过液压油路 电路 气路 联系在一起 它就形成一个大的总体 这样的话 它的运能 自然而然就进行提升 模块车由动力模块 和模块单元车组成 通过插轴连接的方式 将一个动力模块 和多个模块单元车 纵向串联成一条长龙 动力模块相当于龙手 向整车提供动力 和下达运行指令 而模块单元车 则相当于龙身 严格执行龙手的指令 完成相应的行驶动作 长龙满足了 升压站对长度的要求 但是宽度问题 又如何解决呢 当我们一个人挑扁担的时候 这个人的抬升能力 是有限的 当我们要抬一个 更大的货物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集聚 更多的人力 那我们就用一台轿子的模式 四个人或者八个人 来共同抬一个轿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运输能力 进行大幅的提升 正是基于抬轿子的理念 模块车将多条长龙 横向组合成更宽的车座 从而实现了更大的运能 如果把纵向并车 比作串联 那么横向并车就是并联 通过串联和并联 合纵连横 组成超大的底盘 满足了生压站 对于长度和宽度的要求 同时密集的车轮矩阵 把生压站三千吨的重量 增弹到每一个车轮上 再重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不过新的问题也由此而生 当多条长龙并驾齐驱 怎么才能实现多车联动 龙手之间如果意见不合 甚至南辕北辙该怎么办 当几十台车 几百只甚至上千只车轮 一起工作时 又如何做到步调一致呢 如果你不同步的话 它会导致破误 在车里上会出现一个疑问 甚至是货物直接损坏撕裂了 这糟糕的情况下 它会导致我的货物 直接从两个车之间掉下来了 完成并车后 操作员会指定 其中一个动力模块 充任主脑 指挥所有的车组统一行动 不管你多少台车 它的数据实时共享 实时交换 最后有一个来决定 是只用一个遥控器操作 发出来指令 其他的按照我这个指令来去配合 不存在说数据之间 存在打架呀 或者是足迹在冲突 升压站的平移即将开始 但此刻 它仍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是 首先得把三千吨重的升压站 装上莫快车 那么 如何完成这个 超乎想象的装车任务呢 秘密 就隐藏在车架与轮轴之间 那一个个液压悬架上 悬架 具有上下调节功能 能在液压油缸的驱动下 自主升降 从而使车架 拥有七十厘米的上下调节范围 最高可升到 1.85米 最低降到1.15米 这样 磨快车就能通过降低升高 让自己钻到升压站的肚子底下了 通过顶升的方式 将升压站拖起来 待运送到指定位之后 液压悬架再下降 把升压站放下来 由此 装卸车难题 被一举攻破 上海洋山四七自动化码头 布鲁塞尔快航靠港后 首先迎接他的 是矗立在岸边的桥调 桥调 全称岸边桥式集装箱起重机 简称岸桥 单个桥调高约八十九米 重两千四百吨 被誉为码头装卸金刚 沿着陈调高约八十米 被我载到试图 也算是算是在 尽管车上试图 在拒绝中 虽然是在 尽管车上试图 在尽管车上试图 在哪儿 你 你 尽管车上试图 还有 可 虽然 我 距离阳山港数十公里远的上海长兴岛机制造基地 一批崭新的桥调展开了挑事工作 他们是最后一批投入阳山自动化码头的装写金刚 不过刚刚下线的金刚还只是一句句沉睡的钢铁曲桥 既不会动弹也不懂得指令 要想让他们适应自动化码头繁重的工作 就要给钢铁曲鞘注入灵魂 也就是赋予他们APP功能 工程师必须对每一项功能指标都进行调试 通过对实验用集装箱的重复抓题 检测调矩能否顺畅起落并滑行至规定位置 连接吊具的柔性钢锁能否收缩自如 各个机构是否灵活 对系统指令能否快速做出反应 因为每一项功能指标都将决定桥调能否胜任 未来在阳山的繁重装卸任务 现在26台高效作业的桥调 将来自布鲁塞尔快航的集装箱 平稳放置到AGV上 由AGV运往集装箱堆长 AGV专专业名称自动引导车 具有电磁或光学自动导引装置 依靠外部传感 实现机器人本体的导航定位功能 也就是我在哪 并具备执行既定调度任务的功能 也就是我要做什么 同时遵循最短路径 最省电和最不拥堵路段三大法则 自主选择运行路线 也就是我要怎么去 堪称聪明的港口快递小哥 前不久 就在上海长兴岛AGV制造基底 最后一批投入阳山的AGV下线了 要承载数十吨钟的集装箱 并在有限的码头空间 灵活移动和转向 AGV不仅要具备强健的底盘 还必须占据更小的行车道 以便给码头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堆放集装箱 为此 AGV采取了四轮转弯的方式 每只车轮均能独立转向 以便作业时具备更小的转弯板境 下线后的AGV首先要在试验场完成定位导航测试 阳山港的AGV采用业界广泛使用的磁钉定位导航 磁钉既是信号传感器 也是位置感应器 测试的目的 是验证AGV对预埋在地面下的磁钉能否实时感应 并迅速做出反响 完成前行 倒退 绕行 转向等多种形式动作 除了磁钉感应外 AGV还装有激光雷达 避免在运输途中发生堵车和撞车事故 上海阳山四季自动化码头 布鲁塞尔快航的装卸船作业正在火热进行中 借助预埋在港区地面下的61483颗磁钉 以及自身的激光雷达 135辆AGV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将集装箱快速送往指定的堆场 集装箱抵达堆场后 该轮到轨道调 大显身手了 轨道调又称门式起重机 负责堆场与场外集装箱卡车之间 集装箱的起重堆叠和装卸车人物 它与桥调和AGV被并称为港口机械三大件 就在不久前 距离阳山港180公里的江苏南通港机制造基地 接到了阳山最后一批轨道调的单机测试任务 钢索伸缩 调剧升降 装有配重快的实验用箱体 被轨道调精准地抓放 起落 移动 数十次上百次地重复运动 每一次的数据都被调试工程师详细记录 以便对参数进行微调并最终固化 确保轨道调 在未来阳山港的几千万次重复作业中 能够安全可靠 稳定如初 正是仰赖港口机械三大件天衣无缝的通力协作 上海阳山四期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得以大幅提升 我们每天有五万部外籍卡要进场 从上海到北境的长度 周而复时 水路上面我们每天都要下来14万个标准的集装箱 相当于上海大厦有600栋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会造成整个上海进长江航道的阻塞 说得更大一点 某一个节点造成阻塞以后 全球所有节点都会造成一个蝴蝶效应 影响是非常大的 落日余晖中 一辆又一辆集装箱卡车 频繁往返于阳山港 源源不断地将货物运往内地和世界各国 川流不息 而以最高效的方式 将远道而来的集装箱交付给集装箱卡车 正是上海阳山四期自动化码头的 终极使命 刘士董 却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开展四肢 骨盆 和全脊柱手术的智能机器人 也是领先于世界的第三代医疗辅助机器人 就在距离济南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西安 另一场至关重要的手术 大面积胸壁缺损修补术 也在紧张地进行中 王立军 富有经验的胸外科主任 今天这台手术 他将把一块人造骨骼植入患者的胸腔 这块人造骨骼来自一项新兴技术 患者由于车祸导致大面积胸壁缺损 科研人员依照他完好一侧胸椎骨的3D数字模型 用高能激光束照射高分子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 使形态复杂 结构精巧的胸椎骨得以再造 而完成这项再造工程的 是被誉为突破传统制造技术 天花版的3D打印装备 清晨 山西兴县 张杰照例穿戴张杰走出家门 准备下矿井上班 他是矿三代 祖父和父亲都是没矿工人 七点半 张杰换上工作服 坐着矿区的交轮车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编波 来到位于地下一百多米深处的矿井 不难想象很快 他就会变成面貌难辨的霉黑子 然而 接下来的情景却出人意料 张杰不如一间控制室 轻松而淡定地打开控制按钮 离他几十米远的矿坑内 顿时雷霆轰鸣地动山摇 一个机械巨兽向着霉层轰然挺进 他日采煤三万吨 相当于以前一千个采煤工 一个月采煤量的总和 他能代替人类在黑暗潮湿危险的矿井下 持续高强度的工作 他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智能煤炭 宗采装备MG2660智能采煤机 中国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汽车销量在2009年赶超美国 成为全球汽车需求量最大的国家 预计2020年 中国的汽车需求量将达到三千万辆 而要实现这一数字 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装备 在中国武汉的一家汽车制造工厂 高速智能冲压线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 月旋 零部件检验员 正在对下线的汽车零部件进行检验 智能冲压线 每分钟可冲压15个大型汽车覆盖件的速度 使得中国迈向全球最大汽车王国成为了可能 它就是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高速智能冲压装备 从举世瞩目的骨科手术机器人 到神奇的三地大印 从中国最大的煤炭棕彩设备 到世界最先进的智能冲压装备 智能制造正在给未来的中国创造无限的可能 山东济南 骨科手术室 患者已被实施麻醉 主刀大夫流滑水 正在对屏幕上的S光三维扫描图 做最后的手术方案确认 一旁 骨科手术机器人已裹上消毒薄膜 症状排名 这个病人车祸导致的一个骨盆的一种损伤 它的整个的骨盆分开了 这个部位有粉碎的骨盆 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 会出现病人行走的破形 我们可是进行了一个讨论 适合于用机器人辅助打入罗经进行固定 事实上 在距离手术现场400多公里外的北京 类似的手术已被演练过无数遍 徐静作为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总监 对机器人的前世今生可谓了如指掌 在微创手术当中 对医生来说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是他眼的缺失 第二个是他的手的不稳定性 医术再高明的骨外科医生 眼睛也无法穿透人体的表皮组织 无法看到骨骼内部结构 手部动作控制 也无法达到微米及精准 像我们骨科固定不准确 可能碰到神经了 可能碰到血管了 可能会出现神经的瘫痪 重的可能会出现死亡等等 这就造成守护风险 是不可避免 然而骨科手术机器人 却能弥补人类的局限 他拥有一双敏锐的透视眼 光学跟踪相机 能穿透人体表皮组织 看到内部骨骼结构 灵巧的手 动作精度达到0.8毫米的机械臂 负责精准执行手术 他还拥有聪明的大脑 计算机中央处理系统 会根据透视眼 对人体骨骼结构的扫描影像 以及导航定位仪 对患者手术的定位 这样你才有可能 去执行这个超难的一个任务 手术开始了 主刀大夫刘华水 在病灶部位切开了一个小口 在仔细笔照图像后 他发出了手术指令 那么骨骼手术机器人 会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 精准而漂亮地完成手术吗 东京三十四度 北纬一百零八度 坐落着举世文明的西安大雁塔 它建于公元六百五十二年 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四方楼格式砖塔 今天人们不用一砖一瓦 而是通过3D打印技术 打印出一座精巧的大雁塔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 人类的生产制造方法 分为减材制造 等材制造和增材制造三大类 以机械加工的方式 对金属零件进行躺洗切削 这个材料逐渐减少的过程 被称为减材制造 以锻造的方式 对金属材料进行反复断压 在材料不增减的前提下 提高它的性能 被称为等材制造 而3D打印是根据3D数字模型 用激光束照射粉末状金属 或高分子材料 形成液态溶齿 随着激光束的运动 迅速凝固的溶齿 形成堆积层 通过层层堆积的方式 形成最终的物体形态 这一材料逐步叠加累积的过程 被称为增材制造 用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就是小鸟筑巢这种 如果小鸟算个工匠的话 它筑巢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增材过程 它是一点点咸泥 一层层堆住 机器是小鸟的嘴巴 制造出来的就是巢 但是我们实现的形状 要比小鸟的巢复杂得多 性能也会好很多 卢炳恒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增采制造创新研究中心 灵魂人物 拥有20多年3D打印经验 对于卢院士团队来说 打印一座微缩大印塔 不过是雕虫小技 眼下 借助生物3D打印技术 重建人体缺存的骨骼 才是他们奋力攀远的科学险峰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因此 我们无法被复制 但人体是左右对称的 如果因为车祸或疾病 我们失去了一部分骨骼 那么 我们能否依照自己 完好一次的骨骼 复制出缺损的骨骼植入体内呢 我们可以在手术术前 来进行一个手术规划 利用它完整的左边 然后恢复它缺损的右边 利用3D打印记者 打印一个符合它右边的植入体 3D打印应用到医疗领域里边 形成一个对于治疗和手术完全颠覆性的一个方案 胸外科手术室 黄丽君大夫主持的手术 进展顺利 在术前 卢院士团队与主持医生 共同规划了手术方案 依照患者在车祸中 幸存不备的完好胸骨CT 设立出人造胸椎骨的3D数字模型 人工植入物应用到临床 会涉及到包括材料 毒性 排液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就材料而言 是运用骨科临床以大面积使用的钛合金 还是运用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 需要一份细致周全的科学考量 钛合金主要它有生物相容性好 不会引起负作用 但是在替代某些气管中就会发生问题 例如我们的偷盖骨 如果受伤了 如果钛合金把它修补起来 由金属导致很快 而这个又靠近头皮 对这个环节的温度比较敏感 这么一来它老是感到头皮那儿 好像凉松松的 这就肯定是一个不舒适的感觉 而这个像皮克材料呢 和我们人体本来的骨骼相差不多 而它的强度就非常好 高于我们骨骼的强度 皮克又叫做巨迷迷铜 是一种性能强度 与人体骨骼相似 且生物相容性较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主刀大夫黄立军 正式将一块用皮克材料 精准打印的人造骨骼 成功植入患者体内 完成了大面积缺损胸臂的重建工作 过去呢我们对这些大范围的胸臂缺损的重建呢 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尤其是近年来这个3D打印 我们看到了它的特点和优点 很快我们就把这个引入到我们的胸臂重建中 如果没有强烈的现代科技做武器 我们就能真真正正地成为病人的守护神 不过对卢院士团队而言 初次听到手术成功消息的狂喜 早已悄然退去 因为像这样的手术在全国 已经成功完成了200多例 他们的雄心和梦想还远不至于此 未来我们希望它往活性组织发展 因为我们人体呢 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孔洞所形成的这种结构组织 而这种组织里面呢 是大量的液体流动 要保证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体液 和我们的神经的这种生长发应 3D打印怎么去做 科研上最热的就是 怎么样来治疗活性的器官 包括人工的皮肤呀 人工的角膜呀 这个心脏的绊膜呀 前景都是非常远的 3D打印呢 为再生医学开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路 我们就可以制造一些活体的一些器官 活我们的基因科学的研究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使它不仅能够寿命地延长 而且能够使它各个器官 使出于一个健康的生存状态 西藏自治区 错美县 遮骨镇 一个并非常人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平均海拔近5100米 高寒缺氧 常年气温8.2摄氏度 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18.2摄氏度 尽管气候复杂多变 但丰富的风能资源 使这里成为中国首个超高海拔 风点科研示范项目所在地 亚拉相部雪山 黑岩白雪交错 风乱直插云海 群山之巅 人类史无前例的 风点机组调装作业 即将开始 5号风点机组 夜轮直径131米 单机容量2.2摄瓦 作为今天的挑战者 它将在工程师们的协助下 向海拔5068米 这一质解风点安装新高度 发起冲击 调装车辆已经就位 直径4.5米的塔桶直立高速 最关键的风击夜轮吊装开始 履带其重机伸出长笔 在轮时其重机的辅助配合下 将巨大的风击夜轮 缓缓吊起 作业场面 令人叹为观止 但危险尽在咫尺 风击夜轮重大74吨 要将其菊生至高100米的塔桶顶端 必须在平均8米每秒的安全风速下进行 工程师们深知风力 骤然增大的后果 但问题不止这一个 风控变化特别大 窗口期就一两个小时 超过了一两个小时 咱们整个工程就停了 高原反应特别严重 就感觉心跳 我的心跳最高达到1900 这股风电厂 世界海拔最高的风力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22兆瓦 十台机组中的一半 来自四川 这种直驱式超高海拔风电机组 在年平均7米每秒的风速条件下 每年可输出590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 然而超高海拔地区 大气压力及空气密度极低 平均只有沿海地区的60% 这会给风电机组带来推理严重下降 叶片失速等棘手的问题 恶劣的自然环境 是对中国造超高海拔风电机组的 最大考验之一 这个超高海拔的技术 它不是国内领先 它是世界领先的一个技术 这也算是一个开发盲区 大家都不敢触碰这个区域 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有4000米海拔设计经验了 所以说只是说 我们上到了5000米以上以后 我们有哪些关键技术要去克服它 我们要把这个树立出来 极限挑战仍在紧张进行 2米每分钟 5号机组风机夜轮 想预定高度稳步爬升 姿态逐渐从最开始的平行转为垂直 近一个小时后 风机夜轮向发电机靠近 接下来 经过多次精准调整 风机夜轮 终于实现与发电机的完美对接 长达五个多月的机组调装结束 世界海拔最高风力发电厂 顺利进入始运行阶段 今天是对机组开展 例行巡检的日子 距地面95米的机舱里 工程师陈国强已经准备就绪 接下来的出舱任务 对他来说 坎成命悬一线 检查测试机舱外的风速仪和风向标 是陈国强要完成的任务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导致风电厂时常遭雨 强风甚至雷暴 增加了机舱外部装置 是受损的可能性 只有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 才能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舱外天气情好 但风力异常强劲 十米每秒的风速下 直立高耸的塔桶 不时出现轻微的晃动 十二米了 十三米了 稍微等会儿先进来 十天后 机组将迎接严格的验收 陈国强希望 每台机组都能保持最佳的状态 并顺利交付 但风场的气象 实时监测数据提醒他 此时疯狂复杂 风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减弱 贸然出舱 万步可去 脚上容易踩滑 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同事啊 还有电厂一些朋友 基本上都拍了一些我们出舱的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是 不会拿给家人看的 我们准备出舱 准备出舱 一个小时后 出舱时机终于到来 陈国强小心翼翼爬出机舱 平滑的机舱外部四周 没有护栏 作业范围只有四平方米 陈国强唯一的安全保障 是系在腰上的保险带 此刻 风速已降至十米每秒以内 处于出舱作业的安全范围 但迎面而来的风 仍然裹挟着极强的撞击力 陈国强顶着呼啸的风 应该按照操作流程 正分夺秒 依次完成了舱外设施的检查测试 海拔5068米 这是中国制造标注在世界第三级的地理新高度 这个数字意味着 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 已完全具备超高海拔风电机组自主研发 制造和安装能力 实现了挑战五千米以上超高海拔风电无人区的历史性突破 烟台北岛终极船厂 以作名为蓝金号的钻井平台将在这里诞生 这座承担着特殊使命的深海平台 完工后 它将驶向南海寻找一种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未来能源 可燃冰 可燃冰 一种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下形成的深海沉积物 能量比相同体积的石油高出十倍 中国境内已探明的可燃冰储量 足够满足一百年的能源使用需求 但目前已知的可燃冰大多埋藏在一千米以下的深海海底 只有建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平台 才能够抵达如此深度 2012年 总工程师于长江接受了挑战 这将是他事业中最艰难的 谢谢大家 更大的挑战 还在于时间的紧迫 目前 全世界对可燃饼的 食材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美国 日本的研究已经领先 要向迎头赶上 兰京号必须尽快完工 高峰时 这里有一千多名工人上班 每天要吃掉500公斤的米面 第一班工人在七点半准时开工 分别前往散落在各处的工作岗位 即便上千名工人昼夜加班赶工 但如果采用船舶中惯用的脚手驾驶工 自下而上 一层层搭建 兰京号绝不可能按时交付 整个这个高度的118米 这个如果是往前达 这是对工人这个安全性 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另一个方面是 如果一层一层往前达 整个建造的 我们要求我们下船体和这个上船体 平行建造 我们要求我们下船体和这个上船体 减少这个建造周期 这种上下超大船体拼接的方法 看似解决了问题 但也意味着 在不久的将来 工程师将面临海工建设史上最重的一次奇调 不过眼下还有比大合龙更棘手的问题 急待解决 给平台的关键部位寻找特种端板 它设计的一个工况是 恶劣环境是达到了一个16级的一个风暴 经常就承受这么大的一个 而且这么恶劣的一个负荷 你设计你可能是 要比现实情况要考虑的 更边界条件的 更多一些的 更困难一些的 蓝军号的设计寿命是25年 并且能够在全球95%的海域作业 这要求蓝军号的钢板 首先要够厚够强 能抵御冰冷的海水 年复一年的拍打和腐蚀 同时还要有足够的韧性 离挡狂风大浪的猛烈冲击 过去这种特殊钢材 都要从国外进口 除了支付高昂的费用 经历漫长的等待 还要接受近乎苛刻的条款 我们需要从日本或者是德国一些钢厂进行购买 整个周期就是非常长 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些建造要求 此刻 于长江他们把关注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位女工程师的一项研究上 500公里之外 辽宁安山 特种钢研发工程师严林 正在挑战10厘米厚度的高强度钢板 这个厚度是目前国内海洋工程的最高记录 首次实现这种高端海工钢这种国产化 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 任务也很艰巨 就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实验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现在钢材表面的韧性已经达到要求 但无论严林如何调整材料的配比 钢板心部的韧性和强度 始终无法达到表力一致 对于钢板来说呢 通常来说就是钢板的厚度越大 那么它的心部的强度和韧性 指标会相应的降低 超厚钢板就形同武士的盔甲 仅仅护卫着蓝军号的船体 但失去了强度和韧性 钢铁巨人也只能是外强中杆 在大风大浪的猛烈冲击下 钢板就可能从心部被撕裂 都得在28度左右 应该是不适合这种快速冷却 包括导热的 严林出生在一个钢铁世家 已经有20多年与钢铁打交道的经验 过往的经验告诉他 超厚的钢板需要超高的温度进行炸制 一番急火猛攻后 钢材成型 但检查结果显示 这种方式练出的钢材 表面的强度和韧性足够 但钢材中心抗冲击的韧性仍然不达标 严林开始怀疑这种传统的高温压闸方式 他试想着反其道而行 用长时间的低温慢慢炸制 当你这钢板表面温度低的时候 然后你在炸制的过程当中 它的变形的渗透能力 到心部这个渗透能力会更强 对最终那个性能的均匀性 起到这种良好的保障 大火猛攻变成小火慢炸 炸制的过程像是擀饺子皮 将预先炼制好的金属块 在滚轮下通过一遍遍的炸制 拿到预定的厚度 超后钢板的低温炸制 需要的是千锤百炼 严林和他的团队 在烈火灼人的炸钢机前 一战就是三个月 然而他们的付出 最终能否得到圆满的结果 第一批样板还要通过 南京建造工程师们 最严苛的技术测试 超后钢材 被从中心取样 紧急送往实验室 通过各项指标的检验 严林他们研制的10厘米钢板中心的韧度和强度 完全达到要求 于长江之道 这些国产特种钢材 对于中国海洋工程的分量 在外商钢材厂门口 用高价等待交货的日子 将成为历史 在这个D90上这个项目上 我们也大面积大量的采用 国内的一些材料和一些设备 这也带动了一些国内的一些 相关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整个的国产化达到了一个60%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下船体精准对接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河龙 由此拉开序幕 兰京号的上下船体 已经分段建造完成 现在工程师们 面临海洋工程建设史上 最大的一次起钓 他们要将将近一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 上船体钓起 与下船体实施精准对接 这次风险极高的起钓任务 落在了有钓王之称的李天侠身上 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天侠 进场十多年来 从开小铲车到指挥大钓车 肩上的责任随着起钓的重量而慢慢加重 同事们都叫它钓王 但是钓王以往钓装的物件 无论体积和重量 在即将起重的兰京超级甲板面前 都是小物件大物 今天反映就是说 这个平台太大 感觉说这个平台怎么会这么重呢 怎么来实现这个钓装河龙 泰山吊 全世界起重能力最大的桥式起重机 坐电梯从底到顶要足足三分钟 这座近乎巴黎凯旋门高度和跨度的龙门吊 正如它的名字泰山一样 一次可吊起两万吨的重物 只有它可以吊起蓝金号的上船体 这次河龙如果成功 李天霞他们将创造海洋工程建设史上的奇迹 若有任何闪失 整个工程也将毁于一旦 在这之前的话 两三天晚上都是休息宝 都睡不好 有时候我梦到说 土栏那个平台承受不住重量 掉下去了 半夜以下就醒了 一身冷汗 相当于一万五千台家用轿车重量的甲板 被二百根钢篮捆绑住 每一根钢篮通过一个吊耳与甲板固定 李天霞可以计算出甲板的重量和泰山吊的最大负荷 但焊接在上船体上的近二百个吊耳 让它寝食难安 一旦一个吊耳发生断裂 受力不均 会导致上船体钢板被撕裂 二百个吊耳就会像是多米洛骨牌 变成一场灾难 安全检测人员正在对近二百个吊耳 做外科检查 首先是听诊 裂缝产生的杂音会通过专业的设备被放大 接着是望诊 微小的磁粉颗粒会在磁场的作用下 自动向有裂缝的地方靠拢 形成肉眼能识别的痕迹 老是担心它连接的不够牢靠 老是担心那个螺栓没有拧接 老是想着去看一看锅不会松 老想问一个班时候再去给它拧一下 是有点强迫症 强迫我下面的同事也强迫我自己 汉接点的碳伤是一个需要细心和耐心的细致活 自认为有点强迫症的调网 用近乎于吹毛求疵的要求来确保起调的万无一失 泰山亚警公安药 大家预免谢谢 有 下 有 钓运的时间终于到了 李天霞一声令下 吊装正式开始 在启架的时候 中间一点一点的往上加 加到最后 感觉那个心跳 真的 心跳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操作员 在离第三十层楼高的透明座舱内 控制泰山调 几百根钢缆 被慢慢收紧 钢缆拉紧以后 会有一个绷直了 蹦蹦蹦这么响 蹦得这么紧 跟我们的信心一样的 我们蹦得很紧 整个作业预计需要16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工作团队屏息而待 四小时后 上团体已经上升了20米 因为这个心态在半空里 我们的心也悬在半空里 住人会担心出问题 担心出现故障 出现突然来大风 海面上风平浪静 而操控室内的气氛 却越来越紧张 李经理 怎么请了 三号机构边闭机故障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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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李天霞他们 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出现了 主机马达报警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跟司机讲 先停掉 先不要动 先看看异常是什么 先看音乐的把这个问题 检查清楚 不能随便地动 因为跳闸引发的故障 很快就被排除 问题已经排除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重新把闸合了 好 稍微不要试一下 不然也提的话 就这样 李天霞他们 继续着一次大胆的调运尝试 接近立柱两米 也是整个调运过程 最关键的时刻 现在 吊车操作员 要让一个足球场大小的上平台 对齐安放到下平台的 四根钢柱上 这就像要把一个庞大的桌面 精准对接到四个桌腿上 它的误差 应该是不会超过20毫米 李天霞确定一切就绪 龙门吊上的操作员 慢慢放松钢柄 巨型平台被缓缓降下 历经惊险漫长的16小时 18700吨重量 提升40米 并一次放置到位 李天霞他们 创造了海工建造的新记录 感觉一下子放松了 突然会感觉非常地累 之前的话 可能是神经崩的痕迹 没有感觉到 兰经超级平台 被稳稳当当地 安放在了35米高的立柱上 从五百米的高空府看 这是又一座建在高山 峡谷间的工程奇观 它是全球在建 第一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山体两岸 七台三升级缆机 超过一千米的钢制缆锁 连接了这里最为重要的 空中运输通道 每天开工前 工程师们都会对锁道 进行检修 这些惊险而复杂的高空作业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 一是习以为常 白鹤滩三十一个坝段 需要的八百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缆机是运送它们的唯一通道 如此细致的检修 能够保障在运输的过程中 没有安全隐患 三坝段开始焦注 缆机可以运行 白鹤滩大坝日均焦注量 接近六千立方米 只有这样 大坝才能如期完工 马上焦注的是第三坝段 现场正常 可以焦韵 缆机把混凝土 运地焦注舱面后卸载 施工过程中 最大的难题是 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 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 经验丰富的中国工程师 这次决定尝试一种新型混凝土 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 不仅如此 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 用来解决无霸不裂的世界难题 这就要求工人们 在混凝土铺设的过程中 必须同时埋设传感器和水管 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 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 给霸体降温 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 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 控制在27度以内 精准的温度控制 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 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 大坝日夜生长 然而这只是建设 水电枢纽工程的第一步 当这座300米级双驱 特高型拱坝建成后 奔腾的江水被拦截 通过巨大的饮水寒洞 倒向地下厂房 此时的江水 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势能 然而 要想将自然赠予我们的清洁能源 转化成强大的电能 还必须制造出性能强悍的 水力发电装备 今天 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 水轮发电机组 中国制造 它运转一小时 可以产生一百万度的电能 可以满足一个现代家庭 二百五十年的用电需求 是当之无愧的水电巨无霸 它的制造难度 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记录 它由超过七千种名部件组成 其中决定功率和效率的关键部件 是转转轮 转轮的作用是将水能捕获转化为机械能 带动发电机高速旋转 产生电能 34年工作经验的秦大青 马上要带领团队 打造一台全新的转轮 他将挑战又一项世界记录 区别于传统转轮 全部采用长短一致的叶片 这一次秦大青他们 要尝试将15个长叶片 与15个短叶片组合 工程师们首先对叶片进行称重 重量多少 2960千克 秤上的读数 让外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 得以显现 工程师们必须根据称重的结果 精确计算出每一个叶片的位置 再依次安装叶片 他们要做的是 在15个长叶片的进口部分 插入长度约为一半的15个短叶片 这样的搭配 不增加出口水流拥挤程度的同时 把水轮机效率再提高0.5个百分点 装配了长短叶片的转轮 是秦大青全新的设计 就像我们弹钢琴 如果说我们光是全音符的白键 那么音域是不够宽广的 如果说我们再一些加上半音的黑键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键盘弹出的音域 它音域是非常宽广的 也是非常丰富的 前一个叶片是多少度 276度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一旦错了 做的平衡 后面都会受影响 安放好的叶片 还必须调整角度 光比测量以上的红宝石触头 可精准采集叶片坐标 定位精度达到0.01毫米 出水口叶片安放角 则需采用激光跟踪仪 它发射出的激光光束 被内置棱镜的钢制靶球捕捉 并同步跟踪 由此采集到的三维坐标 可以帮助工程师实现高精度分析 数据传回电脑分析 工程师们按照结果 调整进水口处的叶片角度 调整好的转轮还必须通过焊接固定 再送至加热炉经受制烤 最后经过精加工机床切削打磨 秦大清的目标是实现自身机械平衡 制造一台零配重的转轮 这是全世界水电工程师 一致追求的目标 加工完成的转轮 被送至测试工位等待测试 只有转轮的残余不平衡力举 低于75千克米才满足要求 因配重量7.694公斤 结果显示 这台转轮的残余不平衡力举 为34.123千克米 成功实现零配重 以前总觉得这种难度就是我们做不到的 破纪录一般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事 现在没想到我们自己 从我们的努力我们做到了 三峡的单机容量的话是70万 对于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机组 转轮实现零配重 这在全球上述首次 出厂后 他将入住白鹤滩地下厂房 用在白鹤滩15号机组 16台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 都将被安装在这里 此时的地下厂房 迎来一个重要的安装节点 今天是百万千瓦转车子的吊转 任务非常的艰巨 胖猫小孔上一号车 徐远军给我上二号车 田德梅拥有12年乔氏起重机操作经验 他马上要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今天他要吊转的是 白鹤滩一号机组发电机转子 这是转轮之外的另一个关键部件 机组运行时 转子在钉子内高速旋转 就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眼前的问题是 这个庞然大物重量高达2100吨 现场没有装备 能够独立将它吊起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 并级操作两台1300吨的乔氏起重机 完成吊转 这就要求田德梅必须和另外一位司机默契配合 对他而言 吊转巨型水轮机组 这样的操作还是第一次 一切准备就绪 转子被平稳吊起升至5.8米高 接下来335米的直线吊桩距离 平稳匀速是关键 吊转过程既要操控单台吊机匀速前进 还要保持两台机器步调一致 角度速度任何细小差异 都会给这个精密组装的发电机转子 带来大幅摆动 后果不堪设想 两台桥机以7米每分钟的速度前进 两个操作手同时在场互为监督 确保吊桩万无一失 直径16.2米高4米的庞然大雾 已经到达机坑正上方 田德梅开始调整转子下落中心位置 缓慢下降 此时转子和定子的间隙只有5厘米 在这个时候田德梅即使是出现一毫米的操作误差 都可能给转子带来晃动 甚至与定子发生碰撞 工人们根据单侧木板的松紧度 不断调整转子中心位置 用时一个半小时 转子精准落入 百合滩一号机组的发电机转子 圆满安装 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把水轮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 从三十万千瓦提升至百万千瓦 世界第一 在水电装备研制方面 中国人已经领先世界 夜晚的白鹤滩 坝体胶筑继续 2022年 当这座仅次于三峡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建设完成 它将连接上游的乌东德 下游的奚落度 向家坝 组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清洁能源走廊 每年发电接近两千亿度 足以满足上海市一年的用电 然而 中国人从自然中捕获力量的能力 远不止于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